18個區議會也有17個是被泛民控制的 雖然是這樣 你看看總投票票數是非常之高的 因為投票率高 如果你是將所有投票分兩大陣營來計算 建制派大概得到40%的選票 而新民黨我們是在28個選區派黨員參選 也有4個選區不是我們黨員 但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有支持他 所有我們有參與的選區 我們的得票率是39.4 即是新民黨的表現是跟建制派相約的 換句話來說 今次區議會選舉我們看到的現象就是 區議會政治化和立法會化 選民當成立法會這樣來投票 是根據政治議題投票 而不是根據地區的議題投票 其實這個現象是2015年佔中之後又出現過的 相信各位都記得在2015年的區選 現在是因為議題被政治化 有很多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例如郭佩帆 鍾樹根等等 都在他地區選區落敗 所以今次我們看到的現象就是 區議會被政治化和立法會化 令到很多平時地區工作非常紮實的區議員 或者候選人都落敗 首先我要恭喜那些當選的候選人 因為昨天我從九龍東跑到九龍西 新界東跑到新界西 港島也都東西都走遍了 我看到所有候選人都是非常努力 我首先要恭喜那些當選的候選人 希望他們加入區議會之後 就很紮實地為居民服務解決地區的問題 我也都要為問那些落選的候選人 因為他們雖然是落敗 包括我們新民黨多位的候選人 但是他們得到的票數 都是當區的歷史新高 他們的表現都非常好 所以我亦都是向所有的候選人致敬 恭喜獲選的候選人 並且慰問是落敗的候選人 我希望他們可以再接再例 葉太今想問 其實有些人就認同這些新聞 好像民黨也會輸殺所有區議員 你自己覺得黨連那個調景是怎樣呢 會不會真的有調整 可能真的搞得不解散 就是為了區議員 另外就是你覺得你自己的立場 可能大家標籤了就是 你比較是撐警 也都不很接納那些所謂五大訴求的要求 經過這個區議會選票之後 你會不會有調整 或者新民黨也會有調整 政府有幾大責任 你今次輸了這個政策 第一 雖然我們是輸了很多區議會的議席 但是我們的候選人表現 是相當之不錯的 在很多區 康山康兒 泰古東 甚至海宜西 他們得到的選票都是破紀錄的 只不過是今年的投票率是特別高的 所以落敗而已 所以我們不會這樣說 我不覺得是等於亡黨的 我們有很多新人 特別是譬如說我們東沖中的傅曉林議員 他是其實表現一個非常好的區議員 他只是輸幾百票而已 所以新民黨會繼續努力 我們會繼續培植新人 至於你說我的立場 因為我素來是很支持 政府嚴正執法 那是不是這樣令到新民黨落敗呢 但是你不要忘記 田北辰議員是公告所有選民 他不支持修例 因為他又支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那為什麼他又落敗呢 所以不是這麼簡單 不是說支持政府成立獨調會就贏 所以這次是 不過整體來說 我認為選舉結果的而且確是反映 市民對政府有很大的不滿 你自己會不會就這個選舉結果 所謂有問責的那些事情 你有沒有想過要轉自立不做主席 我做不做主席 我會交給我黨員決定 我們新民黨都會召開黨員大會 想問一下你怎樣看 其實新民黨現在是全國覆沒的狀態 以及你自己作為主席 你自己覺得你自己 為這個議員放負上多大的責任 剛剛我也解釋過 雖然我們是輸了我們的議席 但是我們多區的候選人得的票 都是創歷史新高的 他們是得到很多的市民支持 其實整體來說 建制派總得票 是佔昨天頭的票是百分之四十 即是恢復過往六四定律一樣 如果你說昨天那場區議會選戰 是等同一個立法會選舉 我們是恢復六四定律 因為過往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 建制和泛民的比例已經是45對55 不過這次就回到六四而已 相信各位都知道 凡是有民主選舉 票是有起伏的 西方就叫這個做鐘擺效應 所以在西方的民主社會 沒有一個執政黨可以永遠執政 可能幾年後選民 選回來我們都不頂 所以我們不會放棄 我亦都希望那些新當選的 一月上任的區議員 他真的解決地方問題 幫我們處理一下蚊 蒙 尤其中的議員 你會不會覺得原來政府有幾大程度的責任 去令到你們都有一個這樣全軍服務的狀態 我剛才都說了 其實你看一下過往二十多年的選舉 大家都香港人 大家都看到了 如果是社會沒有政治議題 社會是平和的時候 建制派的表現是好的 譬如去年三場的補選 西九龍的兩場補選建制派都贏了 因為當時是沒有什麼政治議題 社會氣氛平和 今年因為有個修例的風波 接著有幾個月的動亂 警民不斷衝突 的而且確是激怒很多市民的 所以支持政府的政黨 我們被標籤為保皇黨 難免受到選民不歡迎 所以這次的選舉結果 的而且確是反映市民對政府相當之不滿 看出這個情況之後 會不會覺得其實可能建制派又好 你們自己的黨又好 很難再吸引到一些新權去入黨 不會的 因為我剛才說了 其實我們仍然保持著百分之四十的選票 不要忘記 現在建制派變成了少數黨 但有一個百分之四十選票的少數黨 不可以被忽視的 不要忘記 美國的總統 他贏只是百分之四十而已 很多西方的領袖贏很少而已 目前的約翰遜首相 英國首相 他黨選出來只不過16萬票而已 我們得的票是絕對不少 仍然有很多市民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是不會氣餒的 那想問你有沒有什麼建議給政府 可以去挽救或者幫助建制派 因為建制派一向都是跟政府 很緊密的活動 第一輸了 那有什麼建議給人請 有什麼東西通通過 另外想問一下 其實為什麼會實在落下了中環的情況 也看到要很多防務局 幫你撥離開 其實你知道了 我們建制派都不是每樣東西支持政府的 其實我們很多東西都反對政府的 譬如政府削減長者的福利 政府要搞三歲分流 我們都反對它的 我們會要求政府改良施政 但是不純粹是派堂這麼簡單 我們不相信一些零碎的措施 是可以解決民怨的 這些日後 我們新聞黨 我本人一定會給政府多一些意見 至於今天中午發生的事 事源就是因為我這兩天是牙痛的 我十二點半就約到醫生緊急去弄牙 我弄完牙走出來路徑 不打街 就遇到很多白嶺在那裡和你lunch 本來就很平和的 有些女士還叫我Regina跟我打招呼 接著就有很多記者圍著你 接著就有些粗暴很多人士圍著你 說粗口 不斷說粗口 甚至有些人在我身上淋水 幸好是水 不是火水 於是就有 我想都有數百人 後來不斷罵我買港賊 最終是防暴警察護送我上的士離開 情況就是這樣的 你覺得今次的情緒結果有沒有影響你們和政府的關係 我們和政府關係素來都是英文來説是一個love hate relationship 我們和政府是夥伴 但是我們不是工具 我們不是說政府叫我們舉手就投票 其實我想我們時時給很多反對的意見 林太應該都不是很歡喜的 但是我們一定會盡我們的責任告訴他 我們要知道什麼才符合香港市民 廣大市民的增值利益 文化局你有沒有想過 可能都會受到哪一年 如果沒有了莊腳的情況下 你怎麼評估 即是接下來的建制派或者新聞黨的選手 不是沒有了莊腳 因為我們輸了拿不到議席的那些 仍然在地區工作 有些有三千多票 他們仍有大批街坊支持 街坊都很肉赤 他們贏不了的 他們現在個個都在那裏借票 所以不是沒有莊腳 輸了也有票 所以不擔心 你們會怎樣重拾選民他們的信心 確保未來的立法會選 有沒有機會可以管好從來 認回議席的民主 首先我們新聞黨自己內部要開黨員大會 聽下我們黨員的意見 第二 我個人認為 政府真的要處理很多深層次的問題 不僅是五大訴求那麼簡單 土地房屋 貧富差距加大 青年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減少 甚至很多青年人覺得是面對來自內地的威脅 擔心前途 這些問題都不是每年搞一次青年峰會可以解決的 還有教育出了很多問題 我們都會敦促政府映身處理 不是說拿一些花椒出來就算了 剛才那些報道都說中央對今次的選舉結果很意外 我想問中聯邦方面會和你們溝通 或者會和你們說自己的情況 就是你們的反應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不過就未選舉之前大家都不樂觀的 因為憑過往經驗 凡是社會有動盪和社會有政治爭議 建制派表現都差的 你知道2003年因為國安條例 2004年建制派輸得很厲害 是吧 2011年 2007年也都輸了 到2011年 區議會建制派收復失地的 Martin 你都記得了 因為那時候有一個外用居留權爭議 當時是公民黨幫一些外用爭取居留權 打到上高院 那些家庭主婦都很擔心 2011年 建制派收復很多失地的 2015年 就受到佔中的影響 就多名立法會議員下馬的 但是去年的補選 新東雖然輸了 新東我們知道是最困難的 因為新東的本土主義非常之很有影響力 但是西九我們是贏了的 但是我們都明白西九兩次補選贏 我們仍然是10萬票 我們的票沒有增長到 只不過對手的票沒有出來的 這次有了修例的風波 和幾個月的警民衝突 我知道很多市民是不滿的 譬如太古城 太古城是我的票倉 可以說 但是我知道那裡是試過警民衝突 也有警方是放過催淚煙 那有些市民是很不開心的 因為我知道我們香港的市民 你騷擾他的安寧 他是不滿的 那這些全部是意料之內 但是輸這麼多 就是有些是詫異的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新民黨一如既往 一定是繼續努力服務市民 以及繼續培植新人的 因為根據西方選舉的定律 是不會有一個執政黨是永遠執政的 永遠都有鐘擺效應的 多謝各位 旁邊翌source